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一到落堂 我就会和同学在操场上找自己喜欢的树叶 然后将它们夹在书本里 过了没多久,树叶干了 我们就会将它造成书尖 更有趣的是 我们发现原来那些叶有那么丰富 那么漂亮的叶脈 而且每一棵树的叶都不一样 大大小小,形状不同 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颜色 就算是同一棵树 也都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片叶 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 就是这几片不起眼的树叶 都足够找到很多乐趣 那时候总是想着快点长大 长大之后要去外面这个世界看看 但当自己长大了之后 眼睛就只惯着看手机 现在的我 时不时都会劝自己去户外观赏一下大自然 就好像大卫在诗篇104篇24节开单说 夜话话,你所做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偏地满了你的丰富 其实只要我们睁开眼睛 就会看到大自然的美丽 赞美造物主的设计 是多么贵丽 是多么充满智慧 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 这么漂亮的大自然 那又何必将自己 关于一个狹小的房间里面呢? 是多么并且 是多么充满智慧 是多么充满智慧 便是多么充满智慧